其实你刚刚歌里面讲了 就是跟爱人的感情 得了金曲奖之后 日子比较好过 现在有一些邀约 有一些通告 就是曝光被听见的机会变多了 金曲奖之前应该还算辛苦 金曲奖之前就 就是 每一场表演都是 每一场表演就赔一次钱 真的吗 为什么 表演都是没有费用的 因为我相信很多独立音乐的人 都有经验 就是有很多展演的场地 咖啡厅什么的 可是他们通常都是没有费用的 那独立音乐人要去 也是为了要被更多人 听见他们的作品 所以也不会要求说 你要多少钱我才要去 所以在这之前 入围之前 就都是在 在花钱宣传自己的作品 可是你那张专辑 听说是你自己自掏腰包 是 出的 对啊 是所有果本全部都下下去 花多少钱 就专辑制作嘛 然后加上印刷 然后加上刚刚看到的MV 对 就这全部的部分都花自己的钱去做 然后大概花了我一百多万 我已经很尽量节省了 因为有一些事情我可以自己做的 录音啊 就自己录自己 然后自己剪接 婚姻自己做 然后比如说拍MV 要去租借像刚刚在台北市政府的那个顶楼那个场地 就自己去跑功文去借场地这样 真的 我听说在得金曲奖之前 你只领了通告费 赚了不到一万 我上了两个通告 就一个通告是一三五 然后另外一个歌唱节目的 他们对我比较好 他给比较多一点 所以大概有九千多块左右 好 我刚刚其实 是明游老师聊到说 一个歌手 他当然不是只写情的爱的 他当然也会反映这个社会现况 像你刚刚写的那个 在帮哪里都没有人 其实就很反映现在的 你们面临到的整个大社会大环境的状况 你这张专辑里面还有一首歌 也是跟老师一起合作的 叫《BUN SO LONG》 对 你能不能聊一下这首歌 它很特别 《BUN SO LONG》是 我这个出发点是我在南部 就是过年可能有一些婶婶 叔叔什么的 然后大家在看电视看到一些 黑心政客 然后一些商人 就是卖毒什么东西 毒奶粉 毒酱油手 所以这些 他们看到的时候就会说 一看那些都不错了 那这样其实在南部 我们是很常讲的 只要遇到做坏事的人 讨厌的人 都会说那些都不错了 那这个想法在我在写歌的时候 刚好有听到垃圾车的声音 的音乐 那我就想说把这两个 试着结合起来看看 有吗 有 它就是 那个垃圾车少女的祈祷是 我是 所以有截取一点 取让她的一点元素 然后再来 那个时候再请梅游哥 我把这个想法跟梅游哥讲 然后她就说 我 她要 她有人要吊 她就想要把她写上去 把她的心情都写上去 老师你写了什么 其实都在 就是跟她刚刚讲的那些族群 不管是骗人家感情 骗人家财产 骗人家土地 这种最近很多 对 那我们就一并写进来 有些人长得湿湿稳稳的 一肚子坏水 而且都穿西装打领带 然后站在一个位置 然后所有人的权力他都占 是 所以如果不把这些人写 我们也不能改变什么 只能在歌曲里面 发泄一下 至少写一首歌 让人家出来惹一下 对 心情好一点 而且你们的MV 其实就还蛮明显的 对 在写出你们的心声 其实这件事情 我觉得很好奇 最后我有一个问题 想要请问两位 帮我们回答一下 你们觉得音乐应该是什么 或者歌子里面 你们写的事情 应该你们最想要写的是什么 我觉得音乐也是一个很诚实的海绵 我吸收多少 我就再压出去 我希望音乐对我来讲就是 我很诚恳的 想把很多东西放在我的歌 让你听了会很感动 就这样子 好听的歌 我做这张专辑有学习到很多老师的经验 然后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对我来说音乐就是生活 像梅佑哥 像梅佑哥 像吴熊老师 还有何晴红老师就是在我这张专辑里面 有合作了几位写词的老师 他们都非常地认真地过生活 像这次进去讲 有记者朋友问我说 为什么你得奖没有很兴奋 大叫 就是大很开心 因为我觉得就是让我有一个责任感 我必须要做更好的音乐 一开始我会给自己很大压力说 我要做更好的音乐 做更厉害的台语歌什么什么 一直更怎样怎样 可是我后来有消化一下 我觉得后来的反厨是 我觉得我要更认真过生活 然后好好写写我的生活上的歌 好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两位金曲奖 得主来到棚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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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